本周乌克兰跟俄国事实上进行了两轮谈判 第二轮就是在周三 我们来扫描一下 在第二轮谈判三项议程当中 只确立了一件事 就是俄乌双方都要建立一个人道走廊 让平民可以安全疏散 俄乌双方同意会有第三轮谈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整第八天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乌克兰的难民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 而联合国目前筹集了36顿的医疗用品 必须送得进乌克兰 欧盟的做法是准备启动 为乌克兰的难民提供完整的临时避难计划 俄国入侵乌克兰第八天三日 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界举行了第二次谈判 双方同意建议人道走廊疏散平民 乌克兰代表团表示谈判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 因为提出的议程 俄军立即停火 停战撤军 已经建立人道走廊 三项只有一项达成共事 不过双方也同意 将尽数召开第三轮谈判 国家遭攻击 大量的乌克兰人瞬间成了难民 每天都有人陆续逃往邻国边界 这座一千多人的修亚利村庄 至今已经收留大约一百位难民 年龄最小的是刚出生仅五天的婴儿 一位带着16个月大儿子的年轻妈妈 也在近一星期的跋涉后 终于在一早抵达 这是我的儿子Mark 我们非常感谢烹饪的人 他在做的工作很难 修亚利人张开双臂欢迎 让抵达的难民能有暂时温饱的落脚处 德国柏林火车站一楼的接待厅内 志工团体也备齐一箱箱物资 有热食也有保暖衣物 在德国铁路公司宣布提供 乌克兰难民免费车票后 每天陆续有上百人从波兰抵达 安娜塔西亚也是其中一位 据联合国的统计 这场战争造成乌克兰难民 已经有100万人 而这数字随着战事升温 还会持续增加 联合国表示 已经被托36吨的医疗物资 准备送往乌克兰 欧盟也在三日通过一项 为所有乌克兰难民提供临时庇护 包括居住权的计划 不过在无情的战火下 动物也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大铁龙内载着一只大老虎抵达后 志工赶紧上前喂食干净的水源 跟着这一批一起抵达的 还有其他十多只猫科动物 和一只非洲野犬 几名好心乌克兰人 把这些动物带来波兰避难后 就打算返回最前线 继续抗战 而在另一头 基辅动物园内 馆长也没有打算 抛弃这些动物独自逃离 协同其他四十几名员工一起 自俄罗斯入侵后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馆长把他们自己形容是 动物保卫队 不分昼夜 照顾园内大大小小 共四千只动物 优美的琴声在波兰边界响起 一位钢琴师特地从德国前来 盼能以音乐未抵达的乌克兰难民 提供些许慰藉 从人类到动物战火炮击下 无一幸免 此时此刻多数人最大的心愿 都是战争能早日停息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